斗南交流道附近大水淹没路面 已经看不到路面标线 车辆泡在水中几乎快被灭顶 水面上只露出车窗 还有民众一度受困在车上 幸好这两车三人最后都平安脱困 但爱车已成了泡水车 虽然马路变水路 不过仍有民众开车经过 冒险测试起车辆性能 硬是要把汽车当船开 犹如路上行舟 所限是有惊无险 看起来是顺利过关了 镜头转到附近工厂 接水水面已经淹到窗户下方 有两名男子在工厂留守 淹水后赶紧撤离 水淹加园附近住户紧急撤离 救难人员出动橡皮艇 救出大约20人 里面还有人吗 还有 有少人叫不少 即使家园淹大水 还是有少数民众不愿撤离 待在家里 陡南林子里抬荣路 马路也成了水道 有民众车辆就停在路边 几乎半个车身泡在水里 看起来新盖没多久的豪华透天措 也难逃水节 民众出门查看灾情 水深淹到大约大腿处 来到民众家中可以看到 水已经淹进屋内 就连在家里也要涉水而过 水淹到小腿肚 整个客厅家具泡在水里 让民众相当无奈 陡南当地的铁轨 也传出淹水灾情 台铁石规车站到陡南车站 25号下午3点前 全线停止 陡南大湖口溪 溪水暴涨 多处传出灾情 只能等大雪退后 重整家园 民事新闻蔡松林 原理报道 MOD自选餐 自由订阅您最需要的 频道内容 自选50 自选20 想看最正确 最及时的新闻内容 民事新闻台 是你最重要的选择